謝謝陳主任的介紹 我最近被分配的主題是關於說 泌尿系統的癌症跟病毒治療 在最近一年它有沒有什麼新進展 那我們常見的所謂的泌尿系統癌症 大概就是這三個 所謂的腎細胞癌 泌尿上皮癌跟攝護腺癌 這樣子介紹的順序 可能大家不會很滿意 因為其實就比例上來講 攝護腺癌是最多的 台灣的腎細胞癌 其實沒有像西方這麼多 泌尿上皮癌是介於中間 可是其實在免疫治療的角色上面 最早發現其實可能順序上 反而是腎細胞癌先開始 所以我今天可能是依照這樣的主題 先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腎細胞癌可以看到 它主要是長在我們腎臟的皮質 雖然叫做腎細胞癌 其實它裡頭又分了好幾型 大部分的研究還有治療 大家都比較集中在所謂 Clear Cell的RCC 就是我們俗稱的量細胞癌 大部分大家看到有很多明顯說 有效的什麼標靶藥 有效的治療 其實它的族群比較多 都還是針對這一類的 其他的我們後面可能會稍微提一點 那大家看到 這是最近一年美國愛的醫學院它講說 哇 過去十幾年洋洋沙沙 2005年到2019年 我們有什麼新的標靶 要什麼治療 要我大家看的哇 它叫供逢其盛 就是說腎細胞癌在治療上面 我們選擇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是不是真的一直以來都是這樣 其實沒有 我們看稍微早一點點的這個進程 大家發現哇 冷冷清清 幾乎沒有什麼治療 你把時間挪到2000年出頭 90年代甚至80年代那是一個空窗期 大家一碰到腎細胞癌 其實沒有什麼治療 唯一有什麼治療 在起來最前面 這個東西叫Cytokine 什麼High Dose Interlooking To 是什麼東西 其實就是剛剛陳主任在講的 就是說我們身體要啟動防衛機制 免疫反應的心體有很多的荷爾蒙 他說為什麼你感冒的時候會發燒 為什麼你感冒的時候 你會全身顫抖 為什麼會發燒 發現說身體有些調控的激素 在對岸那邊講說叫激素 講激素他們就知道是什麼東西 這個激素基本上 脆除出來讓他發燒 原來是這個東西在做怪 發現激素處理的調控免疫 他可能也有些抗海效果 在那個年代其實他治療是主流 免疫治療的範疇其實很多 包括像陳主任講的細胞治療 包括我們講的一些新的抗體 去做免疫的調節 其實最早最早我們這些都做不到 我們只能怎麼樣 利用人身體都萃取出來這些 細胞的一些荷爾蒙 去增強人的免疫反應 有沒有效 已經是沒有效裡頭最有效的 所以有沒有這樣的案例 當然是有的 以前沒有化療藥或是化療效果不好 沒有標靶藥 這是一個腎細胞癌 肺部轉移的一個病人 他用了高劑量的這個所謂的激素 治療之後發現腫瘤幾乎都消了 很有效啊 那既然很有效 應該也不需要有新的治療 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 我們真正 我以前在當那個總醫師的時候 其實那個年代也沒什麼太多的標靶藥物 健保也都沒有給付 其實我們真的會給病人做所謂的高劑量 記得高劑量 低劑量沒有效果 要高劑量 高劑量的這種細胞激素的治療 他是怎麼做呢 他大概兩個禮拜裡都有 前面五天是密集在打針 你說打針就打針 又不是沒有打過針 不是 他打針 他的基本上病人都要住在加護病房 為什麼 你就想像他其實是模擬一個病人 嚴重敗血症 你沒有敗血症 我硬要給你打針 打到你像敗血症 發燒啊 抖啊 甚至血壓灰掉 所以那種基本上怎麼樣 都是要住加護病房 所以這是旁邊他的一些 一些他可能產生的負重病人 就像你們在加護病房看到 血壓掉啊 呼吸喘啊 然後氧氣濃度掉啊 然後全身癢的亂七八糟 這樣治療有沒有效果 有喔 腎西包來的病人 有一部分你發現 經過一個月 兩個月 兩個月 一年兩年 三年四年 幾乎他腫瘤就沒有再惡化 可是這個比例有多少 其實不到一成 就是人家講說 富貴險中 就是這樣 你高風險 有沒有真的高報酬 其實沒有 就是只有一成不到的病人 你能夠賭贏的 就剩下那八九成的病人 你忍受了那麼多的痛苦 但是可能你得到的效果 是相對少的 所以有效 但是它不是一個 最好最好的一個治療 那所以怎麼辦呢 所以免疫的治療 其實大家都會在想 還有什麼好的方法 那其中在90年代發生了 這個所謂的PD-1 什麼CTLA4 就是剛剛陳主任講的說 我們這個剎車 免疫細胞的剎車 被人家 首次被人家發現 一直到臨床應用 其實過了大概快20年 我們才發現 終於做出了一些成果 也真的在臨床上得到的應用 那這邊 大家應該已經看得很熟了 就是說我們目前 手邊有的所謂的免疫檢查免疫制器 它就是針對怎麼樣 我們癌細胞跟我們的免疫細胞 T細胞 中間的連結把它打斷 把它打斷 打斷的意思就是 讓它兩個能夠起反應 不要說免疫細胞 會容忍我們的癌症細胞這樣子 就目前為止 買得到的 上市的 FDA有准許的 我們的這種免疫檢查免疫制器 有七種 有七種 我講買得到 做得到 大家都已經有聽過的 那些沒聽過的就更多了 那它在腎細胞癌的治療上 有沒有進展呢 其實也沒有很久以前 四五年前的事情 就發現那個年代 幾乎對腎細胞癌治療 它還是屬於標靶藥物治療的年代 它就講說 我第一線的標靶藥 有沒有誰比較好 都差不多 一旦第一線失敗了 大家就開始吵 那誰是第二線治療比較好的 大家就在吵 這個時候免疫治療就出現了 他就說我試著看 第一線量細胞癌 第一線治療失敗之後 第二線我免疫治療 跟另外一個標靶藥去比 有沒有效果 他發現 有效 有效的意思就是 我比標靶藥還要來得好 看存活率來講 它的存活率增加了大概半年左右 平均來講 所以這個時候 大家講說 標靶藥大概在第二線的角色 不用增了 免疫標靶藥應該是比較好的 但是大家就會有疑問的 就是講說 所有人都那麼好嗎 還是像剛剛講的 那種高劑量的這種細胞治療 你只有少數人會得到好處 後來發現說 比例稍高一點 這個大概有兩成五的病人 他可以得到好處 再進一步分析 哪些人感覺會好一點點 這邊大家看不太清楚沒有關係 這個是一個臨床的一個癒後指數 就是我們常會說 醫生我還可以活多久 不曉得因人而異 每次都會這樣講 年紀比較大的 體力比較差的 你就預計他可能會比較不好 所以基本上 他們在做這個研究 都發現有一群人 他的癒後是比較不好的 可是那群癒後比較不好的病人 好像做這種免疫的治療 他得到的幫助會比較大 就是說 感覺說某一些特殊的主題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接下來就有人比較 開始比較勇往直言說 我在第二線有角色 我是不是我在這麼好的藥 我是不是拿到第一線用就更好 有沒有這樣子 不要太晚用這樣 所以第一線的治療 在最近這一兩年 他的報告陸陸續續出來了 我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講的就是 完全都沒有做過治療的 腎細胞癌 量細胞的這個腎細胞癌 體力當然還要OK 他就分兩組 一組就是所謂的免疫治療 一組就是傳統的口服標靶治療 免疫治療他又怕不夠力 他是用所謂的雙標靶治療 兩種激轉稍微不太一樣的免疫標靶治療 他就想看說 這個反應率 存活率 無活化存活率 有沒有比較好 他設了好幾個關卡 想去看 那我們就只看左邊這個圖 然後紅色的這一條線是說 你用免疫標靶藥治療 一個藍色的線 是那個所謂用傳統的口服標靶藥 發現這個紅色的線是比他高 表示什麼 他存活率比他好 總體來看成功了 成功了 人家說哇 那這樣子太好了 我以後如果有親友 我就跟他建議 就是免疫標靶藥 而且要雙標靶 不是單標靶 雙標靶 可是這邊可能有一個小淡書 就是剛才有提過 那些育後比較不好的人 我們之前提過 他在第二線的治療 好像免疫標靶藥的效果會比較好 所以他們後來做了一些分析 發現這一條 這個圖看起來好像 顛倒過來 藍色的線好像在上面 藍色的線 剛才提就是扣服標靶藥 奇怪 怎麼又逆轉過來 原來是有淡書 就是剛剛講到那些 體力比較好的 然後其他那些什麼抽血的素質 那個腫瘤惡化比較慢的那些病人 其實他吃口服標靶藥的效果 比起你花很多幾十萬的錢去做明藥 他的效果是來得更好的 所以不是照單全收 哪一類的病人比較合適 發現是那種癒後比較差 體力比較不好的 腫瘤惡化比較快的 抽血素質比較不好的 這種用免疫雙標靶 反而效果是比較好 所以不是每個人來說 我看數據出來 我就是免疫雙標靶藥 要砸錢 要自己花錢 不見得 當你的癒後殷子相對比較好的時候 你吃健保的藥物其實就勝過 我們的免疫標靶藥了 類似是這樣 那當然也有人不服氣 就講說 那你說免疫標靶藥或 那個口服標靶藥 我可不可以兩個一起用 免疫標靶藥加口服 傳統的標靶藥 會不會比較好 這是最近這一年的一個報告 當然有人有興趣就做 很多人都有做 但是都失敗 失敗的原因是 副作用太大了 兩個加起來副作用 它唯一看起來 副作用稍微比較少的 就是一個東西叫做 Axectomy 這在我們健保 在二線有用 它拿到一線來用 跟一個免疫標靶藥 合併 然後去跟我們另外一個口服標靶藥 去比較 比較的結果發現 不管是說它的那個無二化存活率 或者是它的總體存活率 或是它反應率 都明顯來的比較好 當然 大家會問說 有沒有哪一些族群看起來會不會比較差 目前看起來似乎也是那些 遇後比較不好的人 你合併治療效果會特別的顯著 但是 總體目前看起來是覺得好像都不錯 所以 在副作用不考慮的狀況之下 越來越多醫生在第一線的治療 會跟病人討論說 你有沒有考慮要加上所謂的免疫標靶藥 加口服標靶藥 尤其是當你發現你的腫瘤特別的嚴重 特別的轉型的範圍特別多 希望趕快達到環節的時候 有時候會跟病人建議 當然前提前跟安全性 還有另外一個藥物 它幾乎也是一模模一樣樣 它的設計 做出來初步看起來 好像它也是一個正向的一個結果 可是因為它追蹤時間比較短 它後面的追蹤還沒有辦法呈現給大家 所以這方面的報告就比較不成熟 好 那當然就有人提說 那林醫師剛才講的都是 我們講的都是所謂的大宗的量細胞癌 從傳統的那種細胞基礎治療 到後面的口服標靶藥到免疫治療 其實都是所謂量細胞 但是其實臨床上還不少病的是所謂非量細胞癌 這類的癒後都相對比較差 我們傳統的口服標靶 對它的效果好像也沒有這麼理想 請問免疫治療能不能夠克服這個 那基本上大部分人都不太想去碰這個議題 因為覺得說這個馬蜂窩做個不好 可能它藥品的價值就喪失了 可是還是有人做做做做做的覺得要搶市場 我覺得還是要做看看 所以就有人很有勇氣的說針對那一群 不是傳統的量細胞的病人 單純用所謂的免疫檢查點抑制劑 想看它的反應怎麼樣 目前它的報告只是想看說它的反應率如何 看起來目前看起來其實它的反應率 並沒有想像中這麼吵 我們傳統的口服標靶藥吃掉 你能夠有差不多一成到兩成它的反應率 就算不錯了 初步的報告告訴我們將近有五成的病人 其實可以達到腫瘤可以消減 那如果你要說很明顯很明顯 這個腫瘤完全消失 那對不起沒有那麼厲害了 大概4%到5%左右 而且整體存活率看起來 還可以在一年左右 還有大概七成的病人能夠達到控制 還可以活著 所以初步來講 感覺上這好像還算是蠻令人振奮的 所以雖然它的報告 還有它的實證沒有像前面幾個大型的臨床試驗 這麼的顯著 這麼的量能幸福 但是臨床上要使用 大家就有安全性的 它的效率來講 大家是越來越有信心了 所以總結 近期免疫治療 對我們生細胞癌 近期啦 講近期 對大家最常見的 所謂的量細胞型的這個生細胞癌 一線口服標靶失敗後 其實在標準的治療 第二線大家已經越來越公認 就是免疫檢查點的抑制劑 如果我們今天想求好行李 我想要更進一步 我想第一線就拿到第一線來用 有沒有證據 其實是有的 但是有一些些彈書 他們常常用的是所謂的雙標靶 不論是說兩個免疫標靶要使用 或是一個口服標靶藥 加一個免疫標靶藥 他們都比較建議是 一開始是合併使用 那合併使用 是不是所有的人 只要是生起來 我用了我就一定好 沒有 目前的彈書是覺得說 你如果是相對來講 跟醫生討論 育後因子相對比較差的 OK 你也許用這種雙標靶的治療 在一線就開始用 你得到的好處會比較多 如果你是那種 看起來還輕輕鬆鬆的 你的腫瘤 惡化速度很慢 其實你大可以說 直接使用 目前健保有給付的一線的用藥 其實它效果並不會比較差 如果目前針對那種 非量細胞癌的那種 腎細胞癌 它的經驗 還有一些數據 是越來越多 其實在使用免疫檢查點的抑制劑 它也慢慢有 越來越多的成效了 好 以上是講 這個腎細胞癌的治療